字幕提供 你又看這幾個模型 天天看不悶嗎? 零色欣賞的 你這麼喜歡這些,讓我帶你去看好東西 嘩! 為何帶我來這裡? 帶你來的,是有好東西益你,追我 歡迎光臨,請給我家參觀 嘩!很多模型 對,這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模型和玩具 陳生和這家的設計師 想來做玩具店或展覽館的感覺 所以客廳、走廊都有很多大型的展規家 不如到這邊坐下吧 陳生,你這裡除了很多位置放模型外 整個感覺更好時尚 我知道,因為整家主要用白色 還有黑灰色做對比 認得力又可以提出模型 聰明啊,你也有發現 其實是的,我最初裝修的時候 就是想耐體一點和型一點 還有再加上,家裡有很多小動物 如果用淺色的顏色 就會很容易見到一些髒東西 所以專程這樣想 這家的設計師談的時候 主要分開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我跟他說 我養動物 第二,最困難就是 我有玩音響和很多玩具 這兩樣東西都是啞了家裡很多地方 他們都很細心幫忙 安排得很好 音響方面 其實都用了很多時間去談 因為擺位 甚至有一個櫃 其實當初是我給一個數目不適 以至最後櫃出來 擺不下音響也很好 幫我想辦法解決問題 最後我把音響都塞好 另外一件很特別就是玩具的部分 其實我一開始已經說 我要很多收容間擺玩具 但是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始終一個櫃是擺不完 還有我想營造就是 家裡每一個地方都有玩具 接著他給了一個很好的想法 就是拆了其中一間房的牆 來做換卷是用來擺玩具的 這件事我從來都沒有這樣想過 因為一來我怕走廊床會窄了 二來就是 我的房間本身是偏向 客房間偏向小一點 但是他有辦法 選擇到房間不適合空間 以及真的做到櫃出來 有個感覺一進去 就是有一批Display櫃 好像穿過玩具的世界 這件事我很欣賞 那你好像挺滿意 是啊 基本上下一次 如果再有裝修我都會找他們 還有我有朋友 都會介紹給他們設計事務中心 不如這樣吧 我先帶他們去看看吧 好嗎 好嗎 主人房延續客廳的簡約風格 以白色為主吊 一塊寶藍色的床頭瓶 修飾了整間房間 為了增加儲物空間 設計師亦在房間安裝了地台 一方面可以收納雜物 另一方面可以讓貓仔跳上跳下 由於客房的空間比較小 為了活用空間增加儲物位置 房內有一個白色的儲物櫃連書桌 櫃面用鏡圍成圖形作點綴 簡單之中帶點型格 除此之外 房內還有一個書櫃 裡面作夢幻畫書 可以讓戶主隨意重溫 你慢慢看漫畫吧 我去旁邊的房間參觀一下 整間房都是黑白色的 加上這些漫畫的英雄掛畫 好帥 除了走廊和客廳的大展櫃之外 客廳亦有很多位置可以讓戶主擺模型 例如鞋櫃上面 電視櫃上面 戶主買再多的模型 也不怕沒有位置放 多謝晨晨你今天讓我們參觀你的房子 很生氣 下次再見 拜拜 他還不走 快點 拜拜 拜拜 拜拜